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香港传真带你来看到 香港公投人数已经超过74万人 七一游行主办方明镇表示 投票人数超出各界的预料 相信会刺激今年参加七一的游行人数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新加尔社论质疑公投造假 又批评发起的激进反对派强行将香港拉向黑暗 七一游行主办方明镇召集人杨正贤 批评中共没胆量给13亿人民公投 党人投票及占中行为完全是中共高压下造成的 截至6月24日晚已经有超过73万人投票 他说全民投票人数出乎意料的高 相信会刺激七一上街的人数 所以我们希望今年七一游行的人 都可以比起03万人更加多 对于梁振英突然出来反驳环球时报言论 梁正贤认为是有意味公投及七一降温 他也都改了口供的 他没有再说这个公投的违法 只是没有一个法律的基础 所以他看到就是市民的力量 确实是对于特区政府造成一个影响 多位民主派议员呼吁市民 不要被梁振英的语言尾数所蒙骗 并称如果北京要降温 就应该给香港人真普选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